美国华盛顿的一所贵族学校内 参议员女儿梅根开始新一天的生活 她与俄国总统之子迪米特里关系密切 二人经常在上课时用图片的形式传悄悄话 不久后到了午饭时间 梅根突然被老师桑杰叫到办公室 桑杰先是提起她父亲尊贵的身份和富足的家产 接着话锋一转指责梅根和迪米特里作弊 听到这话梅根急忙辩解 自己只是在与迪米特里开玩笑 但桑杰根本不听 抬手递给她一份作业 梅根看完后更加疑惑 因为这根本不是自己的笔记 然而她却没注意到 桑杰的目光已经变得阴狠 下一刻她突然捂住梅根嘴巴 将迷药注射进体内 慌乱中梅根伸手撕扯桑杰的脸颊 赫然发现她一直戴着人皮面具 很快梅根彻底失去意识 桑杰急忙整理起被撕破的面具 这时一个女教师突然推开门 看到梅根倒在地上 顿时大惊失色 桑杰趁她检查室关上房门 拿起电线将其生生累死 而后她把昏迷的梅根塞进推车 好而皇之地向外走去 与此同时 负责梅根安全的探员杰西 觉察到不对 破门二入后 发现桑杰早已消失不见 她急忙通知保安封锁学校 但桑杰已经先一步驾车离开 在探员们绝望的目光中逃之夭夭 至此一场诡诀离奇的绑架案正式拉开帷幕 大家好 我是探长K 欢迎回到补影档案局 今天让我们来翻阅 悬疑区020号档案 蛛丝马迹 不久后 桑杰带着昏迷的梅根来到船上 她接掉伪装 录下梅根的泥南 拨通了著名警探克洛斯的电话 此时参议员女儿被绑的消息 已经闹得沸沸扬扬 各大新闻媒体争相报道 克洛斯也通过电视关注着案情 她接通电话后 瞬间猜到对方就是桑杰 即马按下录音器 而桑杰仍是不紧不慢 她语气中满是得意 像是在炫耀一场杰作 接着桑杰又毫不顾忌地揭开 克洛斯不愿提起的伤疤 原来八个月前 克洛斯曾指挥过一场行动 她派搭档去引诱罪犯 准备收集到罪证后实施抓捕 但克洛斯却低估了罪犯的狠辣与警觉 导致搭档在她面前不幸丧命 直到现在 克洛斯仍没有走出那段阴影 这也是桑杰找上她的原因 她似乎很享受出名的感觉 在说完一句颇有失忆的话语后 桑杰提醒克洛斯去查看信箱 里面有留给她的礼物 克洛斯听完 急忙打开信箱 发现里面放着一只梅根的鞋子 这下她明白自己是躲不掉了 只好带着鞋子与录音赶去参议员家里 此时参议员已经被严密保护 屋内外站满警员 杰西正坐在沙发上 无比懊恼自己的失职 在一名警员的介绍下 她正式与克洛斯结实 FBI负责人迈克得知 克洛斯掌握重要线索 便将她与杰西带到参议员夫妇面前 克洛斯在屋内播放起电话录音 尽管对方的声音经过处理 但杰西还是从语气习惯 听出那就是桑杰 参议员对此无比担忧 生怕女儿已经遭遇不测 听到这话 克洛斯连忙安危 他认为桑杰并不打算伤害梅根 甚至绑架很可能不是为了钱 只是想借此出名 然而这番话在迈克听来就是一派胡言 他粗暴打断克洛斯 认为桑杰就是一个反社会的变态 好在参议员夫人还保持理性 劈头盖脸的训斥了迈克一顿 我女儿被绑架了 你不许好好调查 还在这里反驳唯一和绑匪有过联系的警探 女人说完向克洛斯投去期盼的目光 恳求他一定要救回梅根 就在克洛斯准备离开时 忽然注意到沙发上一直消沉的杰西 他太清楚满心内疚的感觉是什么滋味 便主动开口 邀请杰西一起离开 很快二人来到杰西家中 克洛斯发现一把保养的很好的猎枪 得知这是杰西父亲留下的唯一物品 他只好打断这个悲伤的话题 再度讨论起绑架案 在克洛斯看来 桑吉在案发现场勒似一名老师 表明他内心有极其强烈的欲望 渴望释放 说着又挡住桑吉照片的半张脸 让杰西说出此事的感觉 但杰西却什么都看不出来 据他所述 桑吉已经在学校任职两年 为人随和且富有幽默感 谁也想不到他竟然会绑架梅根 杰西说完又讲起自己的经历 他身为一名探员 本应奋斗在第一线 却被调到学校保护这些达官贵人的孩子 不过杰西尽管心工不满 却仍努力完成工作 他已经保护梅根整整三年 二人可以说是没有血缘的亲人 所以杰西主动请英 希望能和克洛斯一起调查 欢迎落下 克洛斯毫不犹豫便答应下来 毕竟他也清楚 即便自己不同意 杰西也会暗中调查 倒不如与他结成搭档 说不定会有奇效 自日清晨 二人来到学校查看情况 克洛斯发现这里安保极其严密 却还是让梅根在众目睽睽下被绑下 只能说防君子不防小人 等他们来到教室 麦克已经带着手下检查许久 他主动向克洛斯道歉 并承诺愿意提供一切帮助 这时一名警员在梅根的电脑上发现了他与迪米特里的小秘密 但可怕的是 桑杰早已在电脑中植入监视病毒 所以他对梅根的一举一动了如指掌 听到这话 克洛斯决定去桑杰办公室看看 路上一名探员忽然朝杰西打起招呼 根据杰西的介绍 探员名叫戴凡 负责学校的安保与监控 戴凡的看法有些悲观 他认为梅根大概率已经遭遇不测 克洛斯顺势询问起他对桑杰的看法 却得知 戴凡与桑杰从没有任何交集 眼看问不出什么 克洛斯便有学习来到桑杰的办公室 屋内的一切干净整洁 物品摆放紧紧有条 但克洛斯还是发现一处不对 在如此严谨的房屋内 怎么会挂一个空向框 他急忙掉出监控录像 一点点比对 最终发现 黑板上少了一张查尔斯林白的照片 克洛斯明白 这一定是桑杰故意留下的线索 现在绑架案已经变成了一场游戏 随着他点击照片 监控画面突然改变 原来这是一个双向监控 另一端正是桑杰的家 克洛斯不断移动摄像头 最终通过药瓶上的自己 锁定房屋所在 这一招让麦克甘拜下风 当即带着FBI赶去抓捕 杰奇也悄悄松一口气 看来绑架案即将告破 然而等警员们破门而入 却发现屋内空无一人 接下来的发现 更是让克洛斯目瞪口呆 整面墙贴满梅根的信息和行动步骤 看来 桑杰为了这次绑架 已经谋划多年 同时警方又找到一台 胶膜机和塑料泡沫 这两样东西 让桑杰在学校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就在克洛斯震惊之时 忽然发现一本记录林白案的书籍 心中顿时有了明确猜想 他带着书本回到参议员家 提取桑杰最开始打电话时 那段颇有诗意的话语 正是林白案中凶手的遗言 而所谓的林白案 是指1932年轰动全美的 林白小英绑架案 林白是第一个独自飞行 33个小时横跨大西洋 抵达巴黎的飞行员 被称作人类的英雄 林白小英正是他的长死 却在两岁时被人绑架 当晚就失去性命 人们普遍认为 绑匪这么做就是为了出名 而尽管最终嫌疑人被抓 却在没有直接证据的情况下 判处死刑 再加上整件事疑点颇多 最终成为一桩悬案 克洛斯认为 桑杰是模仿刑犯案 意图借助参议员的身份地位 让自己出名 听到这话 参议员夫人彻底慌了 那岂不是代表 梅根已经遭遇不测 克洛斯听完 连忙摆手安慰 当年林白小英的死 纯属意外 并且如果桑杰提前杀害梅根 那他就只是一个普通绑架犯 根本达不到轰动全国的地步 事实正如克洛斯所料 桑杰只是将梅根关在船上 并没有伤害他的意思 等到夜幕降临 巡逻的水井将快艇拦下 提醒桑杰 必须依照法规打开行进灯 喇叭声将熟睡的梅根惊醒 他拼命拍打 高声求救 但因为屋内铺满隔音棉 再加上吵闹的引擎声 海警根本听不到他的声音 这时梅根响起门上的对讲机 急忙按下开关 撕心裂肺的呼救 然而桑杰却率先听到声响 他回到船舱 关闭对讲机 又打开行进灯 送走海警 这下求救计划彻底落空 梅根只能无助地拍打隔音棉 脸上布满泪珠 不过他仍没有放弃 等到白天 梅根谎称要上卫生间 让桑杰打开门 而后迅速取下对讲机的电池 趁桑杰不注意 他故作咳嗽 将电池丢进火里 接着关上卫生间房门 交集等待 只听砰的一声 电池因为高温发生爆炸 措手不及的桑杰 急忙拿来灭火器 梅根则趁机冲出快艇 跳进水里 上岸边拼命游去 一个正在钓鱼的男人听到呼喊 急忙冲进水里赶去搭救 然而就在他即将抓住梅根时 突然被赶来的桑杰一枪爆头 这一幕让梅根彻底陷入绝望 他不再反抗 任由桑杰将自己拖回快艇 而桑杰也没有打骂梅根 反而轻声安抚 嘱咐他一定要听话 不要再连累无辜之人 不久后 男人的尸体被人发现 警方接到报案赶来现场 他们在水中找到梅根的外套 克罗斯看到后 如同吃了一粒定心丸 他可以确定梅根还活着 但杰西却有一点想不明白 如果桑杰的目的只是为了出名 那为什么非要选择梅根 甚至大费周章的准备了两年 这句话让克罗斯灵光一闪 是啊 虽然说杰西的父亲是参议员 但社会影响力远不如林白 现在这场绑架案 还能轰动全社会 可一两个月后 又有多少人会记得呢 这根本达不到桑杰 遗臭万年的目的 除非他真正目标并不是梅根 克罗斯说着询问起 梅根身边是否有地位 比他更高的孩子 这句话让杰西心中掀起 滔天海浪 学校里地位比梅根高的 那就只有俄国总统之子 迪米特里 二人急忙顶着大雨 来到迪米特里家中 可对于他们的警告 保镖只觉有些起人又天 毕竟这可是俄国总统的儿子 再借给桑杰十个胆子 他也不敢来绑架 看着信心满满的保镖 克罗斯明白多说无意 转身带着杰西离开 不过他清楚 桑杰既然开始行动 就一定有万圈之策 便决定今晚和杰西 在车里守住待兔 事实正如克罗斯所料 尽管迪米特里的保镖团队 非常优秀 但桑杰根本就不打算正面出席 他装作梅根的语气 用二人熟悉的图片聊天方式求救 这一招果然让单纯的迪米特里上钩 他趁保安不备 溜出豪宅又躲到树后避过监控 成功来到路边的电话亭 见此情景 伪装成警员的桑杰下车走来 脸上带着毫不掩饰的得意之色 好在克罗斯与杰西及时注意到这一幕 他们急忙发动汽车 挡在迪米特里身前 眼看煮熟的鸭子飞了 桑杰恼羞成怒把枪射击 而后钻进车里迅速逃离 杰西本可以趁这个功夫将其击毙 却不知道为什么正在原地 最终只打爆警车车胎 这时听到枪声的保镖团队蜂拥而来 让人错失追击的最后机会 只能眼睁睁看着桑杰消失在雨幕中 很快迈克等人赶到 迪米特里交给杰西一把折叠刀 希望他能解决桑杰拯救梅根 杰西露出宠溺的笑容 和迪米特里拉勾约定 迈克则对克罗斯佩服的五体投地 毕竟他这次可是化解了一场国际危机 唯一可惜的就是让桑杰跑了 与此同时 满身狼狈的桑杰返回快庭 他气急败坏 只觉整个人宽要炸开 这可是整整两年的心血 竟然在临门一角时功亏一篑 桑杰越想越气愤 眼中逐渐杀意弥漫 抄袭手枪 准备解决梅根泄愤 可等他打开门却彻底傻眼 明明被关在屋里的梅根 竟然凭空消失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到了隔天 杰西仍在为放走桑杰而自责 他向克罗斯解释 自己昨晚准备开枪时 忽然想到如果桑杰死了 那就再也没人能找到梅根 这正是他犹豫的原因 克罗斯也能理解 连声安慰杰西做得没错 就在这时 移民警员突然赶来通知 桑杰主动打电话了 克罗斯听完瞬间起身赶来 听筒中传来桑杰那被处理过的声音 这次他改变主意 张口就要价值一亿美元的钻石 让克罗斯装进保温杯 等下午四点 去水门酒店前台拿一个包裹 桑杰的变化让克罗斯一头雾水 他的目的不应该是钱呀 但现在梅根已经下落不明 克罗斯也只能照做 很快 参与员找来一整盘闪闪发光的钻石 克罗斯也在众人的尾随下来到水门酒店 他从前台那里取得一部手机 宝贝的声音再度响起 对方让他在14分钟内 徒步赶到附近的公园 克罗斯听完拔腿就跑 路上将情况通知给迈克等人 来到目的地 一部公共电话突然响起 还是一个地点 还是一个时间 克罗斯只能像无头苍蝇般继续冲刺 接下来 他不断在闹市区转移 每到一处地点 公共电话就会响起 面临他去新的目的地 此时正是下班高峰期 越来越多的探员被堵在路上 等克罗斯一条命令来到车站 只剩杰西独自跟随 二人在车门关闭的前一刻 钻进车厢 随着列车行驶 轨道旁出现一个身穿黑衣的神秘人 同时绑匪也下达最后一项命令 将保温杯丢出窗外 这下克罗斯明白 自己被耍了 可他已经别无选择 只能表明身份 举枪射破窗户 将装满钻石的保温杯 丢给神秘人 警方势力这件事很快在社会上传开 麦克无奈之下召开记者会安抚民心 此时克罗斯心中既懊恼又疑惑 为什么桑杰会突然改变主意 看来必须要从头梳理一遍案情了 他来到杰西家 再度查看起所有细节 想要发现之前遗漏的蛛丝马迹 这时突然传来急促的敲门声 杰西起身查看 竟发现桑杰出现在门外 他毫不犹豫的电晕杰西 而后举枪与克罗斯对峙 桑杰一脸的有恃无恐 他清楚在没找到梅根之前 克罗斯不敢伤害自己 而事实也的确如此 克罗斯只能交出武器 不过桑杰并不打算伤害他 这次来只是发现 克罗斯的调查逐渐偏离轨道 想让他重新回到自己身上 不过克罗斯却没理会这番话 他告诉桑杰 参议员夫妇已经承诺过 只要梅根平安无事地归来 他们就撤销报案 让桑杰带着那一亿两千万的钻石 远走高飞 听到这话 桑杰百感交集 感慨着如果自己有这样的父母 或许就不会沦落到今天的地步 说着他流下一滴鳄鱼的眼泪 原来桑杰在15岁时 亲手放火烧死自己的父母 只为登上报纸头条 以此复名 现在他玩够了 决定今天就做个了断 话音落下 桑杰揪起杰西就要离开 可他却不知道杰西其实早就苏醒 趁其不备 举起迪米特里送的折叠刀狠狠刺下 钻心的疼痛猛地袭来 桑杰惨叫着打倒杰西 克罗斯则趁其举起猎枪 只听砰的一声 桑杰整个人被轰飞出去 瞬间便失去性命 这一幕让杰西大惊失色 同时无比悲痛 桑杰死了 那没跟怎么办 很快 参议员带着妻子文讯赶来 他对着克罗斯大发雷霆 指责他不顾后果 害死自己的女儿 即便麦克在一旁求情 也无济于事 不过等参议员离开 克罗斯向他妻子保证 这件事还远远没有结束 但桑杰的死却吓坏前夕 这是他第一次与死亡近距离接触 明白自己的确不适合在第一线工作 便主动找到克罗斯 决定退出调查 这时麦克也赶了过来 尽管他在参议员面前 替克罗斯解围 但内心同样埋怨他的鲁莽 然而克罗斯却告诉他 梅根已经不在桑杰手中 因为刚才谈话中 桑杰在听到一亿两千万的钻石时 没有任何异样 但那些钻石明明只下值一亿 显然所要赎金的另有欺人 克罗斯再度回到学校 一遍遍查看起接控 终于找到之前遗漏的细节 就在桑杰带着梅根离开时 负责安保的戴凡 完全有能力封锁整片区域 可他却什么也没做 眼睁睁看着汽车消失 这句话让麦克大惊失色 难道戴凡是桑杰的同伙 但克罗斯却摇了摇头 他明白桑杰是独自作案 不过螳螂捕蝉 黄雀在后 有心术不正之人 企图黑吃黑 现在只要找到戴凡的同伙 整件事就会真相大白 此时正如克罗斯所料 如今梅根就在戴凡手中 他被关在骨仓 继续遭受囚禁 此时戴凡正焦急的看着亲吻 忽然听到房门被人打开 赶去查看时 被躲在暗处的杰西举一枪制服 杰西毫不客气的 将他按在墙壁上 然而下一刻 二人却不约而同的 露出笑容 更是亲热的吻在一起 原来他们就是 藏在桑杰背后 黑吃黑的真凶 可等杰西得知梅根还活着 顿时怒声指责戴凡 不应该心刺手软 他们本就计划拿到钻石后 将梅根灭口远走高飞 但戴凡还保留人性 不愿对梅根下手 毕竟现在桑杰已死 没人能查到他们头上 听到这话 杰西露出轻蔑的笑容 经过这几天的共识 他已经明白 克罗斯是一个聪明绝顶的人 他射杀桑杰 就是因为看出梅根并不在他手上 既然克罗斯已经猜到还有其他绑匪 那怀疑到他们身上 不过是时间问题 不过现在还有一个选择 毕竟戴凡是黑吃黑的唯一漏洞 只要他死了 线索就会彻底中断 说完 心狠手辣的杰西 毫不犹豫扣东班机 戴凡来不及反应 就死在心爱之人的枪下 但杰西还是低估了 克罗斯的推理能力 此时 克罗斯已经闯入他家搜寻 毕竟梅根被绑当天是杰西同志的待反 克罗斯不相信二人毫无瓜葛 连看屋内没人 他便打开电脑 从中发现大量桑杰 梅根 以及迪米特里的照片 这下克罗斯彻底明白了一切 他不由得己被发凉 没想到真凶竟然就藏在自己身边 随后克罗斯从照片里看到一座老房子 显然这里就是杰西的藏身处 就在克罗斯赶去的同时 杰西已经处理完戴帆的尸体 走进谷仓准备将梅根灭口 梅根因为害怕 提前用床挡住门板 此时正拿着叉子准备逃跑 听到杰西的声音 他顿时惊喜万分 却在移动床时冷静下来 为什么只有杰西一个人赶来 那个绑匪呢 其余警员呢 杰西听完转动眼珠编造谎言 但这些话显然站不住脚 眼看梅根识破自己的真面目 杰西动作越来越野蛮 语气越来越粗暴 更是恼羞成怒的朝木板连连开枪 吓得梅根躲在柱子后惊声尖叫 等发现完 杰西又借助梯子爬上骨仓 好在梅根反应及时 用餐刀捅碎灯泡 在黑暗的掩护下钻出骨仓 但杰西自然不会善罢甘休 拿着手枪快步追赶 就在梅根走投无路之际 突然一双大手将他拖到暗处 正是及时赶来的克罗斯 他示意梅根躲在角落不要出声 自己则出去和杰西做个了断 听到克罗斯的声音 杰西一时间万念俱灰 没想到如此巧妙的计划 最终还是被识破了 不过即便如此 他仍没有放弃 狡猾的杰西突然提起克罗斯 死去的搭档 企图以此唤醒他的愧疚 但克罗斯已经从那段阴影中走出 再加上杰西根本不配做他的搭档 最终克罗斯抢先一步扣东班机 亲手解决这个蛇蟹心肠的女人 一切尘埃落定 克罗斯找到惊慌失措的梅根 安抚一番后带着他走出骨仓 自此 这场诡诀离奇的绑架案 正式落下帷幕 《蛛丝马迹》是上映于2001年的悬疑电影 如果以五星之来评价本片的话 阿K认为剧情四星半 本片环环相扣 节奏紧凑 让观众跟随主角克罗斯一起抽丝剥茧 寻找真相 再搭配上最后的巧妙反转 总体来说极为精彩 而导演的设计也很巧妙 一开始就抛出桑杰这个绑匪 让人不自觉的把目光放在他身上 殊不知在克罗斯身边 还有两个比桑杰更可怕 更狠辣的黄雀 不过也有些观众认为 杰西这个幕后黑手的设定太过牵强 不知道小伙伴们怎么觉得呢 欢迎在评论区里留言讨论 如果大家还有其他想看的电影 也请在评论区留下评明 充分的K探长一定会尽力满足 小伙伴们的要求 好了各位 今天的答案阅栏到此为止 您的支持就是对我最大的鼓励 麻烦大家嘟嘟点赞订阅 我是探长K 我们下个答案见 拜拜